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就实现了FIFO缓存置换算法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实践LRU缓存置换算法 LRU也就是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这个算法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 就已经简单的介绍过这个算法具体的过程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算法的过程 然后再来实践这个算法 在这里假设缓存它可以缓存四个字块 那么括号表示要使用的字块 中括号表示这个需要淘汰的字块 首先我们使用1这个缓存的话 缓存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使用2的话那么缓存是这个样子的 接着如果使用4的话缓存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面都没有发生这个淘汰的情况 接着使用7这个缓存 那么缓存是这个样子的 也还没有发生这个淘汰的情况 接着使用5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缓存的容量已经到最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最近最少使用的1 这个缓存给淘汰掉 接着使用4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4还在缓存里面 所以它不需要淘汰任何的东西 只需要把4这个缓存提到这个剧列的最前面就可以了 接着假设使用6这个缓存 那么6没有在这个缓存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把末尾的2淘汰掉 接着使用1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把7淘汰掉 接着使用6这个缓存 那么6原来在这个缓存里面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6这个缓存放到序列的最前面就可以了 接着使用7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把5这个缓存给置换掉 接着使用4这个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4是在这个缓存里面的 所以我们直接的把4这个缓存拿到序列的最前面就可以了 接着使用1这个缓存 我们把1这个缓存提到最前面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就简单的回顾了LW的过程 那么如果使用双向链表来实现这么个过程 怎么实现呢 假设有这样子的一个双向链表 那么如果我们每次使用 我们就把使用的节点放到链表的最前面 举个例子 假设这里面有这个节点5需要使用的 那么我们在使用之后呢 就把这个节点也就是这个缓存放到链表的最前面 同时呢 把其他的节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淘汰的时候 我们直接的把链表的尾部的节点淘汰掉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使用双向链表来实现这个LW的一个方法 淘汰缓存的时候 我们把链表的尾部的节点淘汰掉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这么一个过程 来到这个pyshama第一 在这个catch文件夹下面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pythonfile 命名为lrucatch 接下来我们将在这个文件里面 进行这个lru算法的实现 命名lrucatch 同样的因为我们需要使用到存现链表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存现链表给引进来 from这个principle double link list imple double link link 以及这个node的节点 那么在这个catch里面呢 我们同样的需要实现这个get方法 以及put方法 我们先来实现它的init方法 那么它的init方法呢 同样要传递一个容量进来 接着我们需要一个map来保存key和这个节点的音色关系 接着我们需要一个list 就是这个double link list 把这个容量存递进去 好的 那么这样子就完成过程函数了 接着我们来实现这个get方法 get方法呢 我们也是通过两步的判断 如果这个key在缓存里面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的把这个节点 从这个map里面拿出来 接着我们调用lidmove方法 把这个节点给lidmove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节点 重新的添加到头部节点 接着我们把这个节点的value返回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个key不在这个map里面的话 那么我们就返回-1 实现了get方法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实现put方法 那么put方法呢 有点复杂 我们接下来分几个大的逻辑 去实现这里面的put方法 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逻辑呢 需要判断这个key 是否已经在我们的缓存里面了 如果在的话 做什么操作 接着另外一个分支就是 如果不在的话 做什么操作 我们首先实现这个在这种情况 那么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节点拿出来 然后更新这个值 所以我们首先把这个旧的节点拿出来 ok拿出来了 那么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列表里面 先把这个旧的节点给remove掉 接着我们把这个节点的value复为新的值 node.varial等于varial 这里面存进来叫varial 得到了这个新的值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的把这个节点放到链表的最前面 self.list.append 把这个节点放到最前面去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逻辑 接着我们再来实现这个key不在缓存里面的情况 那么这个key如果不在缓存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new的一个节点 它肯定是新的节点 这个node我们也需要引进来 node 接着我们判断 当前的这个链表的size是否已经满了 self.list.size大于等于self.list.容量 如果大于等于的话 那么就说这个时候这个链表已经满了 那么这个逻辑我们先不实现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分支的情况也列出来 else.pass 这种情况呢是这个链表缓存已经满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缓存还没有满 我们先来实现这个缓存还没有满的情况 那么缓存还没有满的时候呢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直接的把这个节点append到链表的最前面就可以了 self.list.append front 同时呢我们在本地的这个映射里面保存这个关系 好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我们主要是考虑这个缓存已经满了的情况 那么缓存满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呢需要remove掉链表的尾部节点 node等于self.list.remove尾部节点 那么这个remove方法呢前面也实现了 如果没有传递节点的话 默认的是remove最后一个节点的 remove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本地的映射 也删掉 表示这一个节点已经不在缓存里面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新的节点 这里面重名了我们需要把它命名为old node 这个node是新的节点 接着我们需要往mix里面增加这个新的节点 node同时呢我们的映射关系map里面也需要保存这个新的node 好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缓存满了的情况 以及缓存还没满的情况 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把这里面的逻辑合并成一个逻辑 相同的代码没有必要写两次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把这个else给去掉 因为缓存满了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这个old noderemove掉之后呢 就变成这个缓存没满的情况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一段逻辑 我们直接的在这个缓存满了之后 实现这段逻辑 实现了这个get的方法以及put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一个print的方法 便于我们的调试 我们直接调用self.list.print就可以了 好的接着我们简单的实现mate方法 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lrucatch 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catch为lrucatch 它的容量是2 它的容量是2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catch里面put 这个key 然后print 接着我们再往里面put 1 1 然后再print 接着我们再put 3 3 然后print 然后呢我们再尝试的把这个key等于1的给获取 print 看看是否符合逻辑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2的也尝试获取 看一看 我们再尝试把这个3的也获取 看一下 因为每一次获取之后呢 这个缓存的排序都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我们每次获取之后呢 还是要print出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跑起来来看一下 输出的结果是否和我们的预想是一样的 跑起来 好的输出结果 我们一行一行的对比来看一下 首先put这个22这个key和varial 那么这个时候输出的缓存是22对的 接着我们put11呢 因为我们新put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缓存是用到的 所以11的缓存应该是放到链表的最前面了 所以这里面的逻辑也是ok的 接着我们再put33 那么put33之后呢 应该会把22的缓存给淘汰掉 我们来看一下 ok 33呢确实也放到最前面了 并且把这个22的缓存也淘汰掉了 接着获取这个1的缓存 获取了1的缓存 因为获取的话我们就表示说使用了这个缓存 那么使用的话就应该把这个1的这个缓存放到链表的最前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获取了1之后呢 1的这个缓存已经在链表的最前面了 所以是ok的 接着我们再来获取这个2的缓存 然后print 因为这个2呢没有在这个缓存里面 所以输出-1也是符合预期的 这个时候链表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接着我们再来获取这个3的缓存 那么获取了3之后呢 我们再来print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获取了3之后 它的缓存就提到最前面了 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lrucatch就实现了相关的功能 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lru 那么在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使用了双线链表 然后呢我们在每次获取缓存的时候 都把相关的缓存节点放到链表的最前面 表示它最近是使用的状态的 当需要淘汰的时候 我们默认的把链表的最后一个节点淘汰掉 表示它是最近最少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lru算法实现的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下来之后 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再次把这个算法实现一遍